陈宇 陈宇 我在熊铭岛 真的远远 一个路段都没有 姑娘 到哪儿去啊 回市区 去市区啊 那工作费得你出啊 没问题 上车吧 上车吧 姑娘 这么晚还回市区啊 要不 咱俩也凑一对吧 从今以后 我们相濡以沫吧 让我们回答 你们啊 把他们家 vec nuovo 把我们伤害走 我们下跌了 不是啊 刚才主 Cocos 先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姑娘 没事吧 我不是坏人啊 这三十八糟 等你干净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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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喂 喂 陈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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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冲冥岛 真的 陈宇 一个路段都没有 你怎么了 这事 你先别哭 慢慢说 我真猛猛 不许了好几次 才打出你的电话 可能很快就又断了 你现在在哪儿啊 你打开手机地图 看能不能找到自己位置 不能 我已经走了好半天了 突然来死的路都找不到啊 你身上受伤了没有 我受了这些孩子过了 但是我还能走路 周长青 请请我的 你现在先声哭散口气 让子宜冷静下来 然后看看视线范围内 有没有光亮 如果有的话 你就去找人问问 自己到底在哪儿 如果没有的话 你看看身边有没有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每隔一段 都会有这什么事 你现在先去问清楚了 把手机挂了 保持电量 我一会儿就过去找你 问清楚了以后 给我回电话 我知道了 一定会没事的 我现在就去看你 喂 小金 喂 你说的都没有 没有亮灯的房子 也没有高速路口 我好害怕呀 你听我说 你现在别哭 也别慌 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办法的 我 我这只有一个三长路口 我该往哪儿走啊 你听我说 别再往前走了 就留在原地 我问你 你好好想想 刚才是在那儿上车 这一路上开了多长时间 有没有经过什么 标注性建筑物 好 你接着说 哥哥 干啥呢 你也对了 好 好 我知道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拜拜 小心 别再玩手机了 节省手机电量 如果要是困的话 就原地跑一跑 千万别睡着了 我已经知道你在哪儿了 原地等着我 我马上就到 优优独播剧场 conclusion 可év 从 Cultura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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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就看运气了 这也就是运气好好 你知道我来的路上 脑子里想了多少种可能吗 万一你要 不是 你这是闹什么呀 有什么事 非得赶夜路回来 你还敢问 你是不是一大早的飞机 就要回山西了 你怎么知道的 陈旭告诉我了 你就真的要回老家了是吧 你就这么一声不吭的 连个道别都没有 就回老家了是吧 我跟你说我要是 所有做鬼都不放过你 所以你赶夜路回来 是为了送我 陈旭怎么跟你说的 陈旭说你要辞职了 你要回老家的电视台工作 你就再也不回来了 你还行 我是买了今天的票 要回老家一趟 但是我是为了 舒解一下我妈的情绪 我妈知道咱俩离了婚 就一直憋着想来呢 我怕她来了见你 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我就说当面回去跟她解释一下 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工作的事 所以你加根就没有辞职啊 没有啊 我差点就白死了 呸呸呸呸 死什么呀 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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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啊